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又来临了 每位小朋友都渴望从圣诞老公公手上得到礼物 但在帕萨迪娜市内的山边 Hersize孤儿及寄养家庭被虐待儿童的愿望就可能没有办法满足 有鉴于此 南帕萨迪娜狮子会亚罕布拉狮子会 南加州台湾同乡会与金凯玄公联合举办了擒牵世子心活动 并希望透过社区募捐和会内拨款捐赠玩具 而为山边的寄养虐待儿童 在普世欢腾的日子带来笑容及温暖 让他们感受人间有爱 他们并不孤单 大家好 我是Satsipas 皇家狮子会的会长Judy Chan 很荣幸能与阿杭巴尔狮子会 还有台湾同乡联谊会及金凯玄公联合举办 这次擒牵世子心最项活动 此次最要感谢的是中华民国驻洛杉矶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鼎力的相助 然后捐赠了不少礼物给我们 在此非常感谢他们 在这次的活动呢 这次那个玩具的捐赠活动 希望呢 透过社区的捐赠 还有就是会内的拨款 能让这群孩子感受到 我们对他的关怀 关注与爱护 那希望呢 就是能度过一个愉快的圣诞佳节 大家好 我是加州台湾同乡联谊会会长陈乔治 今天是美国的传统的圣诞节的 我们叫圣诞夜 在今天呢 我们加州台湾同乡联谊会 配合South Pastina 还有Ahambra Pastina 两位会长 第一次来合办这个送玩具 给这个Hillside的这个巨养宴 那我们把这个通知发的比较晚 但是也接到了很多这个台湾联会 还有我们同乡的这个礼物 在短短一个礼拜之间 我们收到很多礼物 甚至我们洛杉矶华侨文教服务中心 也捐赠了不少礼物在这一次 所以说 在这个假节祝大家 这个圣诞快乐 新年愉快 心想事成 中国人讲的幼无幼 以及人之幼 这是我们的传统 希望在这个佳节 我们可以帮助这些弱势的儿童们 做一点我们在美国这个 华侨能够做的事 大家好 我是Ahambra司职会的 前会长杨德顺 Money Young 今天呢 很高兴来这边呢 能捐赠一些玩具给一些小孩子呢 希望为他们大的温暖 希望他们可以为未来的 跟我们成年人之间 可以建立一个比较好的关系 Money Young